第1052集 地坟空间特殊 加上还是在占天宫内 哪怕奇幻与二人 到现在都没打出空间裂缝 当然 两人也有控制的意思 可李长生这时候却是毫不压制 浑身气血涌出 长生剑陡然炸裂 又碎了 李老头的九品剑不是第一次碎了 之前是自爆 这一次却是如六品镜之时 九品神兵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 爆碎了 断 声音在占天宫内回荡 剑气冲销 一道剑芒生腾 冲破了地坟 在地坟上空升起了第三道威压 虚空好像都被斩碎了 这一剑快的无与伦比 下一秒 李老头长剑彻底破碎 碎片失去了光泽 纷纷掉落在地 伴随着碎片落地 无名山青年也仿佛破碎的磁人 陡然碎裂成无数份 精神包括精神力 这一刻都是彻底消散 李老头口中大口血液喷涌而出 瘫倒在地 笑呵呵道 一剑斩杀了一位绝顶九品 这就是李长生 这就是长生剑客 长山起众人这时候彻底惊恐了 正在和赵新武交手的七换语 也是眼神变坏了一下 忽然叹道 复生之地 英雄辈出 我神怒无者 不如意 这是这位真王之下无敌强者 第一次发出这样的感慨 唏嘘 揭叹 复生之地真的是英雄辈出 前有武王明王 后有长生剑方平这些人 长生剑客之前被方平的光芒遮掩 哪怕表现得极为耀眼 也被不少人忽视了 可现在 来自禁忌海无名山的强者 实力不弱于长山起众人 极限气血能达到三十万卡左右 这样的绝顶强者 都可以说距离真王一不知遥 而今 一剑被斩 死得太让人惊惧了 李长生虽然一剑斩出之后也半废了 可此刻 谁还有机会去杀他 他被赵新武牵制了 妖龙现在快被方平和妖剑客打死了 其他人跑得跑死得死 徐炳这些人倒是有机会杀人 敢吗 不敢 徐炳这几人现在闷头和帝师厮杀 一言不发生怕引起误会 甚至特意避开了李长生那边 他们也没想到 这位居然有能耐一剑斩杀吴明山青年 那可是来自禁忌海深处的强者 在场的除了齐焕宇和赵新武 谁敢说自己有把握杀他 吴明山青年死了 刘继 立无奇跑了 方平一方带走了之前的四位九品 如今都被斩杀了 之前天外天的禁忌海一方 八位九品强者 眨眼间就剩下了长山起义人 而田木 吴川 此刻两人联手 也是杀得长山起面无血色 战天宫最外围 那位即将逃离战天宫的九品弟子 感应到了这边的情况 还在震撼于刚刚李老头的那一件 这时候也是瞬间清醒 抱贺道 长师兄 走 出地坟 出去了 会有人对付方平他们的 到时候就不是他们了 而是那些真神强者 长山起距离真神不远了 原以为这次进来不会有事 谁知道现在随时有陨落之危 此刻不走 继续下去 必死无疑 长山起也知道局势 可吴川和田木缠得太紧 要不是李长生已经无力再战 他哪能撑到现在 听到青年的吼声 长山起眼中露出一抹痛息之色 接着低吼一声 身上陡然爆发出一阵强大无比的契机 一道枪影也是贯穿了天地 一枪横扫 将田木和吴川二人扫飞 君尖武者 你们等着 长山起在枪影呈现的那一刻已经顿头 可是声音却是依旧流了下来 怨毒无比 刚刚那道枪影是无上长荣天之主 赏赐给他的一抹大地意志 这是帮他冲击真神用的 开辟真神大道 最后一步极难 他只能寄希望于大地的意志之枪 可以帮他打破最后的那层薄膜 谁知道 今日在这儿确实动用了 指望大地再赏赐他 几乎不可能 长山起怨毒无比 这时候忽然尖叫一声 声音刺耳 就在他顿逃的一刻 不知何时 王金阳血剑已经凝聚成形 一箭射出 直接洞穿了他的头颅 长山起尖叫声戛然而止 接着头颅恢复 脸色苍白 再也不敢说一句狠话 速度飙升 和战天宫外的青年汇聚 两人头也不回 飞速顿逃 胡川他们刚想追杀 方平冷横一声 抱和道 饶他一条狗命 去拿下鸡摇和话语 这时候的他 和妖剑客联手 也是打得妖龙 妖身崩溃 占据了绝对上风 方平满脸都是金色血液 有自己的 也有妖龙的 却是依旧冷力 拳脚并用 每一次出手 都带起了一片血肉 妖龙痛苦嘶吼 已经有些支撑不住 尾巴一次次扫破虚空 打中了方平几次 打得他金身微微崩碎 可方平确实毫不在意 几次下来 打得他尾巴上的血肉 彻底消失 只剩下长长的尾追骨 前方 姬瑶也快到 战天宫大门口了 这时候 陡然回头道 方平 本宫无意和你敌对 欢宇一夜 也只是为了 晋升阵王剑 方平冷笑一声 手如利刃 一手轰击 腰龙的头盖骨 刺耳的摩擦声 响彻战天宫 一边淡淡道 姬瑶 到了这时候 生我来这套有意思吗 姬瑶沉声道 你不能杀玄球 玄龙守护 忽悠王庭千年 自身也是守护王庭 最强者之一 你杀了玄球 哪怕天命王庭不愿战 也不得不和附神之地 全面开战 玄龙守护 不比其他真亡 他是妖族 诞生后裔更稳 玄球是他唯一的后裔 方平 你不能杀他 那老子非要杀了 试试 方平抱贺一声 另一只手 一下子打向了 妖龙的大眼睛 妖龙淒厉嘶吼起来 没有血肉的尾巴 扫荡虚空 利爪抓得 方平全身冒血 妖剑客也被抓断了 无数只干 剧烈挣扎的妖龙 刺客无法摆脱方平 方平遏制住他的脑袋 将他固定在了原地 刺客 一人两腰三位强者 就在方寸之地血肉碰撞 打得金色血液 枝条横飞 七遥哪怕看到了 无传二人也没有离去 再次喝倒 方平 你真要和天命 守护 两大王庭全面开战吗 玄枪不能杀 老子今天杀给你看看 方平抱贺一声 一脚踢出 脚如刀 这一脚踢出 一下子踢穿了妖龙的躯干 里面露出了一颗血红色的 金化体 鲜河 到了这地步 鲜尧哪还不明白 现在说不通 剑壮立鹤道 欢迎爷爷 救他 全球不能死 拳龙守护站在鸡家这边 可现在若是当着他们的面被人杀了 这次回去麻烦就大了 当初虎王已经被他们得罪了 可虎王不算太强大 也没什么 拳龙守护确实极强 距离地级也不是太远 而且在守护王庭 也有极大的话语权 全球在这儿死了 玄龙守护一旦翻脸 那鸡家的麻烦就大了 那边 话语压根不吭声 一扇子打飞了秦凤卿 二话不说 疯狂朝外顿头 方平健壮立鹤道 东西留下 不然今天你必死 话语那是真的拾去 二话不说 一枚储物界朝方平标舍而来 当初在王战之地 他也是这么好说话 所以别人都死了 他没死 交出了储物界 话语边跑边道 饶化平一命 他死了 我无人支持 无法对李主一系产生威胁 方平 李主才是最大的威胁 我不死 王主会专心争夺王主之位 我死了 王主无心王主之位 天之王庭很快就会进入平和期 你们复生之地的麻烦就到了 他麾下的两位九品 已经被杀了一位 这时候只剩下 华平在艰难之冲 抵挡老王三人 这三人单独一人 都不是华平对手 可三人联手 李寒松主房 也杀得 华平无法脱身 话语迅速说着 人已经要逃离战天宫了 再次喊道 放过华平 他不是威胁 我回去之后 用石枚化果 抵换此次饶命之情 方平陡然大笑道 哈哈 话语 你有意思 很有意思 天之王庭除了李主 你倒是个人物 若是实力强一点 你这样的真小人更危险 好 饶你狗命 你最好强一点 老子真希望能看到你成为地界强者 看看你和李主 谁能把谁弄死 老王 放他走 老王三人文言也不多说 纷纷停手 华平也是一声不吭 掉头就跑 华语 见状松了口气 笑道 方平 可以交易 东西我不想了 帝师你们拿到了 要是能剥离大道 可以谈 你想我帮你牵制李主 总要让我强一些 我们一切好谈 放心 我比姬摇失去 只要你方平 自信能压住我 只要我自认不如你一天 我华语 永不和你附生之地为敌 哈哈哈哈 方平再次大笑 一脚踢出 踢得妖龙星和军烈 疯狂嘶吼起来 好 华语 下次再赶反水 老子一定弄死你 华语叹息 这话 没法接 之前他都在对付帝师了 是你方平自己非要杀了过来 强行带着他们参战 现在又成了我非要反水了 可惜和这种疯子 没道理可讲 话语也不再说 等华评一到 速度极快 两人也是飞速顿逃此地 王寒月和王若冰走了 华语和华评走了 长山起带着 无上长荣天弟子逃离 刘继也跑了 到了这地步 此刻留下的居然只有 姬摇一群人 这时候 田木和吴川已经杀到了姬摇身边 姬摇却是一动不动 再次喝倒 我和玄秋死在这儿 这次 两大王亭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方平疯了 本宫不想和他多说 吴镇首 田将军 你们二位是附生之地高层 不至于和方平一样 该知道我们听命王亭 一直并未出力 这一次 幻语爷爷也只是为了破镜 如今地坟将破 你们有把握 可以留下幻语爷爷吗 一旦拖延到地坟破碎 你们还在此地 我死 你们也都会死 姬摇对于王亭而言 虽重要 也不重要 而你们 却是附生之地 最核心的力量 一旦死在这儿 孰轻孰众 你们比姬摇更清楚 吴川和田木对视也不得不说 这话说到他们的心坎了 方平这次是一脚直接踢碎了全球的星河 不远处 奇幻语抱吼一声 化身为枪 一枪挑飞了赵新武 抱贺道 方平 你真要血拼到底 老东西 之前跟你好好说 你不听 现在想跟我来这套 季摇 你玩的这套都是我玩剩下的 杀了你们又如何 真亡都可以死 真以为命亡会为了你们和我们血拼 高估你自己了 你季摇算什么东西 我方平 那才是有资格引导地级强者出手的任务 你算个什么玩意 说着 方平一手激向妖龙 带起一阵阵血花淡墨道 想活命 哼 简单 我方平喜欢看你们蹦他的样子 来 所有神兵储戒都给我留下 奇幻语这老东西先走 你机遥跟老子一起走 命亡大概在外面等着吧 我看看 他要不要你这个孙女 会不会为了你住手 你敢 奇幻语抱贺 再也不管赵新武了 人如枪 枪如龙 一条巨龙击破了虚空 从空间裂缝中呈现 直奔方平而来 身后赵新武也是力后一生 一道参天刀影呈现 直接斩落 斩落的同时赵新武也是喝道 方平让他们走 他不能在此地破镜 不破镜 奇幻语是杀不了的 杀不了奇幻语 那他们就要一直在这纠缠 死战不休 到最后都没好处 方平确实不管不顾 再次看向机遥笑道 行啊 赵蒙主发话了 我给你机会 东西留下 老实滚蛋 说着 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好好的合作不要 非要跟老子作对 早说过 你没这个资格 机遥冷冷看着他 这是第几次了 每一次 以为自己有机会的时候 最后确实都输了 一次又一次 可此刻 全球都快被彻底击杀了 全球死不得 原以为奇幻语 跟着进来 一切都不是问题 谁知道 赵新武居然也强大到了这地步 关键是 赵新武在这完全没任何顾忌 进来之后 就是帮方平他们一方 之前大家都没考虑过这一点 赵新武哪怕出手 在他们看来 也会有些忌讳的 想归想 机遥一声不吭 退下了自己的储物界 随手丢在了地上 放了玄球 方平咧嘴笑道 我还差一具九品顶级妖兽的尸体当战了一片 你敢烧他 他正说着 方平一手伸向全球的脑袋 下一刻 掏出了一个水晶般的精化体 脑盒 清河破碎的妖龙 已经无力反击 不过却是没死 此刻他还有神志 原以为机遥妥协 他就可以活命了 所以这时候妖龙也不敢反抗 谁知道方平直接掏出了他的脑盒 脑盒之上 一条金色小龙陡然出现 精神力剧烈不动道 不能杀我 我父乃是玄龙真王 话都没说完 方平直接捏碎了脑盒 砰的一声 巨大的妖龙尸体掉落在地 机遥愣住了 奇幻语也愣住了 田木几人也是微微醋眉 却是没有说话 方平真的杀了全球 方平笑得冷漠 随手一招 妖龙尸体进入了储物界 方平甩了甩手上的血液 但笑道 杀了 杀了你能如何 现在要不滚 要不和我继续斗下去 三秒钟 人还在 今日必杀你们 三 金瑶一眼不发 转头就走 奇幻语气急强大无比 此刻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虚发结张怒不可遏 深深看了方平一眼 也是迅速欲空而去 赵新武看了一眼方平 好像想说话 方平淡笑道 哼 喂 杀了这条龙 玄龙那老家伙 第一个找的不是我 哪怕是我 鸡家也得遭殃 他压根不怕 姬瑶的威胁 杀了就杀了 玄龙真的会出手 姬瑶没死 奇幻语没死 这样的强者互道 结果全球死了 玄龙找谁麻烦 还不一定呢 赵新武想想 也觉得不错 刚想开口 方平又道 赵盟主自己小心 这次回去之后 恐怕麻烦不小 王乌山赵家之人 王乌山全宗 我方平都会照料妥当 多谢 赵新武丢下这两字 也是不再说什么 人如刀破空而去 空间带起一片涟漪 赵新武丝 赵新武丝 赵新武丝